很錯愕 又很震驚 很震驚 警察是一直要他的 他的志願 國中同班同學 然後就是 畢業後有一直持續在聯絡 就聯絡之後 我們就是會互相分享 他工作上的事情 聽說聽好像蠻有正義感的 所以才會想要當警察 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志願吧 他是因為很認真負責的人 就是比較理性的人 都會很耐心的去聽 聽人家講話 就是你們有什麼樣的困難 他也會耐心被幫忙解決 就是家裡有空 就是他都會約我們出來的 然後我們都會聊天這樣 然後有時候想要掉回來拍照 然後當時其實還蠻 就是擔心他的 很錯愕 因為很震驚 很震驚 就是現在還不能接受